嗨我是阿丹 今天我们要简单的介绍台南的官大驾文化 这次的系列影片会推出各个不同庙宇间的官大驾故事 而这次的公营大驾 台南官大驾文化保存之影音平台建构与推广计划 也非常感谢国家艺术文化基金会的支持 那什么是大驾呢 大驾是一种腾治的轿子 他没有轿顶 那轿顶是一块红布把它盖起来 那是由四个人所扛的一种轿子 而大驾他的行进或者是动作 都是由神明来指示的 那也是因为官大驾都是依据神意来指示 所以在官大驾之前必须先请神来坐驾 才有所谓的这个官大驾 官这个字就是请神的意思 依照这个说文解字柱呢 凡利乎此而交彼曰官 也就是说呢我们立于凡间呢 而与这个神界呢来做交流呢 所以才使用官这个字 大驾的基本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就是有一个本体 左右后方呢都开窗 有可能是四方窗 有可能是八卦窗 那窗边呢都会悬挂着这个法器 有可能是七星剑 有可能是岳府 有可能是钉棍 不一定 依据神明的旨意 那主神呢会坐在这个大驾的中间 那两旁呢可能会有他的部将 这个部分也是依据神明的指示而去做设立 有可能是部将有可能是谢范将军 或者是这个韩德鲁亲 那上方呢这边呢 则会有这个柳丁柳架 或者是屯家贱 这四位将军去做配置 那在这个官大驾的这个整个过程呢 通常呢都会有用这个静香炉来倾身 来清静跟倾身 那有的庙宇呢也会用小法来做配置 那有的庙宇则会用就是什么都不做 就是轻轻地把大家啃着 轻轻地等候声明降降 所以每间庙宇的官大驾都不一样 实在很难在这边用这个言语 然后意义地说明 未来呢我也会将这些资讯呢 用文字与图片来呈现 那未来出书呢 也会来跟大家分享 现在呢我们就来一起一起地聆听呢 台南庙宇间不同庙宇的 关大家故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